大家好呀,欢迎来到米虫看剧,今天我们继续讲解卧底第十集 上集我们说到,闺蜜送颜秀回家时,正巧看见郑贤轻拍到喜的画面 一时间气氛无比尴尬,颜秀瞬间感觉自己真的不了解丈夫 不禁让他想起年轻时,他带郑贤见闺蜜,两人握手问好 闺蜜发现在工厂工作郑贤手掌却一点都不粗糙 进而问起了郑贤的家庭情况,郑贤将老上司为他制作的过往倒背如流 父亲常常酒后家暴,一日母亲终于不再忍受 拉着年幼的她从家里逃离,之后将她放在孤儿院 闺蜜意识到不对,如果这是发生在小时候的事 作为孩童的郑贤怎么可能记得如此清晰 讲述过往的时候,邓相是个旁观者,而不是经历者 听闺蜜这么说,严幼起了疑心,但还是选择相信郑贤 帮郑贤解释,手部光滑是因为工厂用上好的肥皂不会损伤手部 至于过往,可能是听妈妈说过 所以印象深刻吧 许久后,道喜松开郑贤,扶上她的脸 还是压抑住了吻上对方的冲动 她希望郑贤能像自己一样,自由地活着 说完转身离开 回到家,严秀问起丈夫刚才的女人是谁 郑贤解释,对方是自己多年未见的朋友 因严秀当上公雕处处长,上了电视 俩然才再次恢复联系 因为太过激动,才会上前拥抱自己 严秀依然有疑问,既然是朋友 为何自己不认识对方?郑贤一本正经地回答 自从遇到严秀,她便想与过去自己再见 重新开始生活 一切似乎解释得通 但严秀依然半信半疑 她感觉自己并不了解郑贤 严秀心情不佳 次日没精打采地去上班 风调处继续跟进金市长社会案 想从其家人入手进行调查 而郑贤拍下了组长企图杀害凶主的视频 不巧的是,她没拍到组长将药剂注射到对方体内的画面 无法证明组长杀死对方 无奈之下,郑贤铤而走险 将视频发送给组长 这下组长坐不住了 约郑贤见面,使用暴力将郑贤制服 苏便全身没有找到手机的踪影 她命令郑贤交出视频 郑贤完全不惧怕她的威逼利用 反而提醒组长 国情院是不会收留她这种杀人犯的 组长见问不出什么有用信息 警告郑贤 如果她敢把视频公开 那他们夫妻就只有死了一条 临走前还狠踹郑贤接脚出气 待组长离开 郑贤从鞋中取出手机 没想到手机放在如此密闭的空间里 竟然能如此清晰的录下两人的对话 郑贤将自己的部分进行变音处理后 将音频重命名为组长的丑态 然后存入U盘 以快递的形式寄给严秀 严秀一整天都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晚上下班回家 郑贤放下手中的家务活 起身为严秀做饭 思考了一整天 严秀说出自己的想法 近期她感觉丈夫像变了个人死的 但自己会试着理解她的苦衷 并希望以后郑贤不要再对自己有所隐瞒 郑贤一口答应下来 夫妻俩和好录出 通过调查金市长的家人 公调出了女职员 在金市长女儿的印子上发现一张合照 照片中 女儿出国随身携带的包包 正是之前金市长受贿 装钱的袋子 严秀放大照片 但袋子上的标签不太清晰 如果有圆图就能看清上面的文字 严秀急忙找到金市长的女儿 拿到圆图 根据照片内商品标签上的号码 女职员和小警察找到相应的店铺 但一直现金购买 无法确认顾客姓名 女职员灵气一动 可能会有会员积分什么的 果真被她猜中 两人成功得知买下身份 是一名健身教练 小警察出面文化 健身教练不予多说 见对方态度冷淡 两人只能暗中跟踪 一路跟随对方来到一家酒吧 这次换女职员进店打探情况 小警察给她安全感 安慰她不用担心 有我在 女职员内心一阵温暖 进入店内 女职员找到个方便拍照的位置坐下 拍下了重要照片 原来健身教练约见的是小嫖 也是上传检局影片的男子 更是秋天原来的上司 这下坐实了小嫖上传影片 购买行李袋 严秀下令从此人着手开始调查 一次偶然 组长的手下偶遇正嫌 一路跟随 发现她走入公调处对面的建筑 经过调查 得知郑贤租了建筑里的一套房子 方便监视组长的一举一动 组长指脚后 来到郑贤租下那间屋子 用工具打开密码锁 并在屋内的笔记本电脑里 发现了录音文件 接着 又在网页的历史记录里 找到了快递公司的搜索词 组长立马猜到 郑贤想将录音文件寄给严秀 他立马命令手下拦下包裹 很快 严秀收到快递 郑贤守在身边 但U盘里的存储内容 却变成了检举 严秀打开音频 里面出现一个地名 中午商会 接着传来年轻郑贤的声音 他说着 我是李希葵 金太烈出现了 在某某酒馆 严秀反复停了录音 嘴里念叨着李希葵是谁 他拼命回忆 却没有此人的记忆 当年情况是这样的 严秀 郑贤和朋友在酒馆喝酒 通缉犯金太烈突然出现 跟他们一起倡议 而郑贤的任务 就是抓捕金太烈 见目标的人物近在眼前 郑贤打电话向上司汇报 犹豫再三 还是举报金太烈 在自己人赶到后 郑贤原心不仁 掩护金太烈逃离 还打伤了组织里的人 几天后 金太烈在学校被捕 郑贤来屋顶透气 组长打了电话 警告他不要在背后耍手段 这时严秀走来 郑贤慌忙挂了电话 仿称是去年买自行车的客人 想要白嫖 要求免费更换轮胎 严秀虽然嘴上没说什么 但女人的低流感告诉他 丈夫有问题 没多久 大家搜集到信息 健身教练是小嫖的情妇 而小嫖是国情院金融安保本部的本部长 金融方面专家 解决完两人情况 邱简拿出车摩的案件记录交给严秀 现在他已经完全信任严秀 想要与他并肩作战 并提醒大家 小嫖背后的势力肯定是群可怕的人 他们无所畏惧 不择手段 严秀并不惧怕 这一次 他不但要彻查金市长说过一案 还要将金母自杀案件调查清楚 严秀和清华台首席听了检举录音 首席一听中午商会 辨知录音来自安启部 严秀因此得知李希奎是安启部的员工 但他还是没有头绪 不知是谁进来的包裹 首席劝他稳住 不要被敌人扰乱军心 顺着安启部往下插 小警察发现了聚宝盆计划 早从1993年开始 国情院也就是当时的安启部 就开始了此计划 当时意在帮助非洲儿童 做一些慈善募宣的工艺 严秀翻看着资料 看见照片中的市长 但奇怪的是 其他与此计划有关的职员 不是身份无法确认 就是已经去世 严秀并不准备去询问市长相关情况 而是暗中调查 避免打草惊蛇 对于检举录音 郑贤想到一个好方法 他故意约严秀吃饭 与组长碰面 两人装作第一次见的样子 互相问候 落桌后 郑贤指出 刚才见到的组长 很像之前向严秀咨询离婚事宜的男子 当时那名男子称自己名叫李希葵 严秀恍然大悟 派手下调查组长 得知组长就是当年逮捕金泰烈之人 这让严秀越发怀疑组长就是李希葵 恭喜郑贤成功将注意力转移 很快严秀得知 杀害金泰烈凶手被抓 市长暗示组长好好处理 不要牵连自己 另一边女窝底在网吧 将金泰烈被害现场的照片发给严秀 并复言 我目击了金泰烈的被害现场 现在的凶手并非真凶 严秀大晚上在警局奔波 想要查询案件资料 局长看见送严秀来的男子 觉得有心眼熟 不正是自己上次检查身份那位吗 局长慢慢走进政嫌 想要确认其身份 本期结束 好了 紧张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 关注米虫 每天地视大咖米虫看剧 一整天嘴角笑弯弯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